行政院今天拍板第三方支付服务管理原则 短期将会采网络除值支付账户机制和电子票证双轨并行的模式 但是依照开户认证的凭证不同 除值的金额最高区分为20万、10万以及1万的区别 电子票证最高除值金额则是维持在现有的1万 预计9月上路 依据电子票证发行管理条例的规定 来容许非金融业以设立电子票证发行机构的方式 与第三方支付服务业者合作来提供网络除值服务 千呼万唤兼顾扶持国内电子商务产业发展 及保护消费者的第三方支付服务管理原则终于拍板 短期第三方支付除值服务将采网络除值支付账户机制 以及电子票证双轨并行模式 如果是非金融业第三方支付服务业者愿意和金行业合作 可以争取到较高的除值额度 如果采电子票证的机制来提供除值服务 会依照现行电子票证相关法令的规范来办理 包括维持除值金额一万元的上限 还有业者资本额三元的要求 等到实行一段期间累积足够实务经验与案例以后 我们会再来检讨 如果是采网络除值支付账户机制 业者必须与银行签署合作契约 而根据银行工会提出的草案 未来将依照认证工具的不同 单一银行总归户的除值上限 可以分为二十万十万及一万 预计九月上路 不过除值服务仅适用于买方 卖方收受货款 仍然使用目前的一般账户 也就是电子票证间的资金不得已转 新唐人亚太电视 卢天长 台湾台北采访报导 国外有八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